现在为大家讲解最近最新款的一款黄军射品三合一 三合一是由黄军射品冰凹头还有驱痘三种功能合一 驱痘的话它是要配合腹脊板跟这个脚踏一起操作的 然后接下来是为大家讲一下仪器怎么样安装 安装的话这个是第一个是黄军射品的 然后它有对应的孔位 第一个是安装它黄军射品的一个手柄 它里面都是有对应的孔位 然后安装进去就可以了 第二个是它的一个冰疗头的一个手柄安装 它里面的话也是有对应的孔位跟这里 都有对应的 然后直销进去就可以了 至于这个是要锁紧就可以了 然后这三个也是对应的 第三个是它一个驱痘的 然后它当开始的话收到仪器的话 它这个挂架的话是下面一个螺丝 两个螺丝把它拧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挂架在这里看一下 安装上去就可以了 下面接着介绍一下我们这个 黄军射品的手柄 只要是配合这四个针头去做 它第一个这个是十针的话 只要是做死角一些部位 还有是做一条形 一条纹路的形状的一些韧成纹 第二个就是25针 25针只要是做脸部 这个是64针 只要是做面积大一点的地方 就是身体 第四个是做纳米的是做提升导入产品的 然后怎么去安装这个 这个手柄连接探头 探头这里的话有个卡槽 然后这边也是有个卡槽 然后对准 手柄的话这边 这边有个卡槽 然后这边也是有个卡槽 中间对准这里 两边 卡槽按下去 然后旋转 就可以了 锁紧了 然后这个负压 这个是过滤器 这个就完全安装了 然后环境视频 它只要是做痘坑痘印 韧成纹或者毛孔粗大 等一些问题的肌肤 它是一款全能修复的一个功效 然后接下来是讲一下我们这个冰导头 冰导头的话它只要是可以镇进我们一个肌肤去红肿 第三个是介绍我们的一个去豆笔 去豆笔的话它是要配合这个 它这个针头 这个是减针 这边的话从这边拆 它去豆笔只要是做 呃 所有痘痘或粉刺啊 两种型的一些痘痘 教一下怎么样安装这个针头 拧开旋转拧开 然后这中间安装上去 它这个针的话 解键针的话 它针输是1.5毫米 它这个解键针的话 它能量指数输在0.3到0.5之间 是不会伤害到表皮 然后旋转就安装完了 去豆笔它是配合这三个 这个它负压板的话 有什么作用的话 它是有个正负压的 负压板的话就是贴在 呃 让治疗者拿着 或者是贴在背部 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 只要是碰到身体 就可以了 然后就要配合它去做了 现在打开仪器 介绍一下它的一个界面 这个自动的 它会跳入这个三个 它三个的话 第一个是进入我们 环境视频的一个操作界面 就是这个 那么它的话 它这里的话有一个手动 这个是手动模式 这个是自动模式 它一个自动模式的话 是怎样的形式的话 它就是有一个 呃 吸紧皮肤的话 吸紧皮肤再会自动工作 等一下可以释放释放一下 这个是时间 第一个这边 第二个这个是 它一个深度 调节 可以精准调节到一个深度的 第三个这个是 它一个停留时间 我们建议是 4 第四这个是它一个吸紧 一个负压 就2可以了 F的话是它一个瘦品能量 最高的话 它是150 那么建议的能量的话 是100左右 根据它做的部位不同 调节的 这边的话有个F F是做脸部的一个界面 B的话是做身体的一个界面 一样的话 这个深度 它身体的一个深度 是3.0 面部的话 是2.0是最高的 先讲一下 那个脸部的一个操作 就是它一个深度脸颊 这个部位的话 是1.0开始到1.3之间 就根据客户的感觉 而色评的话 是100开始 如果是做身体的话 它一个深度的话 是2.0到3.0之间 然后能量的话也是100开始 慢慢接下去 根据客户没有太大的感觉的话 可以调到一个能量 这个是开始键 这个是暂停 这个是暂停 手动就要按这个按键才能操作 按暂停 它自动模式 它是这样的 看开始 自动模式 它一个吸力 吸紧皮肤的话 就可以自动工作 一定是完全吸紧皮肤的话 它才会自动工作 那么黄金色评的一个界面 介绍 然后返回 这个按返回 按返回 然后中间这个 中间这个的话 是进入它的一个去 去痘的一个界面 第一个它是它一个时间 第二个它是计算 你计算它一个次数 你操作了多少 这个是不用管它 这个规定 次数是没有限制的 就是它这个针头的话 就一次性的 不能重复使用一方干粮 这个是 第三个是它一个停留时间 加减 0.1到0.5最高 那我们建议的一个停留时间 是0.4 下面这个是它一个能量 能量的话也是加 最高是150 我们建议是100开始 这边是它一个暂停键 这个是开始 开始之后的话 我们做的时候是要配合 这个做的 呃 去痘的话它界面就这样 然后接下来是 按返回键 小脚这边 按暂停之后 再按返回 返回 第三个 这个是它一个冰疗头的一个操作界面 这上面是它一个时间的加减 基本的话时间是够的 就不用去理它 然后这个是减 这个是加 然后它能量会选择 在这里加到 5档 5档 就有个颜色这样子 加到最高 好 这个是暂停 这个是开始 它就会有更 红色变亮一点 暂停 就开到最高 然后等 呃 10秒左右 就可以操作了 下面的话就是给它示范一下它的一个怎么操作 先示范一下黄金色品怎么操作 先是示范一下脸部 脸部的话它先调到一个深度 现在做脸部的话脸颊这一块是1.0 能量可以100 它停留时间是0.4 现在示范一下这个是手动模式 这个是启动 手动模式先按这个按键之后才会操作好 吸紧这个吸紧皮肤 吸紧皮肤的话在这个按按键它才会工作 那走的时候的话就走 走第一遍 它进口中间没有做到的话是 就不要走太多遍走两遍就可以了 进口中间再走一遍 按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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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它这个自动模式的话 就是不用按这个手柄的话 吸紧皮肤的话 它就自己工作了 然后走的话 也是不要走太多遍 在间隔的话 走个两遍就可以了 中间现在是放去痘的一个怎么操作 进入中间这个按键 进入它一个去痘 去痘的话它只要是做所有痘痘 粉刺毛 一些黑头还有汉管流都可以做 现在是需要调它一个停留时间的意思 能量可以100 这个暂停就开始 开始的时候的话 它做的时候 它的腹脊板的话 是要客户拿着 或者贴在背部都可以 然后要配合这个脚趾 这三样去做 那么做之前的话 让客户如果是它有痘痘有浓的那种有一些干东西的话 把脏东西挤出来再去操作效果更好一点 然后做之后再经过再消毒它一个做的一些部位 那现在做的话是 如果是它痘痘大了它可以围着它四周这样 这个针的话是要完全扎进去的 扎手可以这样子踩 可以踩两下 可以随着它那个毛孔随着它毛孔粘进去 可以踩两下脚趾 扎进去 针身的话那里是没有能量的 只是在针尖0.3到0.5 这个针五二完全扎进去 不能只扎在表皮 那它一个驱动了做一些释放的话大概是这样子 如果是做汉管流的话它一个停留时间跟能量是一样的开始 就问扎有没有感觉在能量是可以加的 再往上加 那做汉管流有时候它长在眼角的话要用手捏起来再去做哈 那接下来是跟大家讲一下去做冰凉头 冰凉头的话做黄金射瓶之后 跟去豆的话可以拿那个冰凉头去镇静一下肌肤 可以去红肤 给它敷一下面膜 下面再接着是给大家讲一下那个冰凉头怎么去做 它冰凉头只要是起到震静皮肤 说完皮肤可以去消除红肿 按加能量 按启动之后等10秒钟左右 那么做的时候的话它可以附资面膜或者同一些产品去做 它可以促进皮肤更好的一个吸收 增强肠的一个吸收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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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个十几到二十分钟左右也可以 大概操作就是这样子左右也可以 仪器操作完的话有时候这里的话要注意一下它黄金水平这个过力管 因为如果是这里堵塞的话会影响它一个吸引 就更换一个新的 它针头这个话又一次性的 这个冰雕头的话也是要保养的话 做之前然后做之后的话拿森林盐水擦拭消一下毒 去豆笔的话也是针头的话就是做之前就是一次性的 不能重复使用 你反会感染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